德法不仅是欧盟 也是整个欧洲最重要的两个国家 但是德法两国在过去的矛盾 也是纠缠上千年 曾经也是仇身四海 他们的故事要从公元五世纪 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始说起 西罗马帝国衰亡以后 日耳曼人中的一只法兰克人 在这片废墟上建立了法兰克王国 但是日耳曼人有一个传统 和我国周朝一样 那就是分封制 但和周朝不同的是 周朝分封以后 起码有一位老大 那就是周天子 但是日耳曼人王国分封以后 是平等的 这就留下分裂的根源 所以法兰克王国 一直在分裂的边缘疯狂徘徊 之前几次分裂 后来都被强权人士所统一 直到814年 查理大帝的儿子 路易一世登上王位 因为查理大帝 其他两个儿子都死了 所以路易一世 继承了整个法兰克王国 路易一世 在817年颁布了帝国诏令 诏令的内容 确定了三个儿子的分封领土 并规定其长子为共治皇帝 对其他的分封国有统治权 而且 如果其他分封国决四 那共治皇帝有权收回弃领土 本来按照帝国 诏令法兰克王国的领土 已经被路易一世的三个儿子 分封好了 就等着路易一世挂了 谁知道路易一世晚年得子 又生了第四个儿子 路易一世就想重新分配 把四儿子加进去 那对于其他三个儿子来说 吃进去的肉 怎么可能再吐出来 于是路易一世 与三个儿子正式开打 内战一直持续到843年 这时候 路易一世已经死了 三个儿子决定和谈 在凡尔登签订了凡尔登条约 凡尔登条约把法兰克王国 一分为三 分为西法兰克王国 中法兰克王国和东法兰克王国 中法兰克王国 因为其边境线狭长而脆弱 同时因阿尔卑斯山的阻隔 而造成各地区沟通不畅 使其无法形成一个固定的国家实体 不久就被东西法兰克王国给瓜分了 后来西法兰克王国 就演变为法兰西王国 也就是法国 而东法兰克王国 也便为了神圣罗马帝国 也就是德国的前身 直到后来二十世纪 法国与德国还互相 将对方看作是遗产对手 都想有机会就要吞并对方 所以 德法的矛盾 是娘胎里带出来的 当时两个王国成立以后 依然是分封制国家 所以国家的权力 基本都掌握在地方封建主手中 王权旁落 面对这种情况 法国一直在致力于加强中央皇权 中央政府设法 恢复其重要性 以及绝对君主制 旨在维系统一的法国 然而德国 在神圣罗马帝国建立后 为了霸权大肆扩张 旷日持久的战争 消耗了帝国的实力 中央政府持续衰弱 威行公国迅速增加 1517年 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发生宗教改革 新教诞生 新教的诞生 使得整个欧洲分为天主教 与新教两大阵营 神圣罗马帝国的众多诸侯 也在信仰上出现了严重分歧 蓄而爆发内战 欧洲列强军饷插手帝国事务 最后演变成了历史上 第一次全欧大战 30年战争 这也是欧洲近代史的开端 战争结束以后 神圣罗马帝国被再次削弱 所有战争带来的痛苦 都由德意志人所承担 这极大刺激了德意志民族建立 统一强大国家的渴望 而法国借此获得欧洲霸主的地位 并且得到了德国领土阿尔萨斯和洛林 恩格斯曾指出 30年战争所造成的后果 使德国有200年 不见于政治积极的欧洲国家之列 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法国都是欧洲大陆的强国 在法德关系上 法国处于主导地位 德国则是法国欺负的对象 1701年 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斐特列三世 被加冕为普鲁士国王 普鲁士之前只是一个公国 自此 普鲁士作为一个独立王国正式存在 18世纪末 法国大革命爆发 法国的君主制和封建制度土崩瓦解 传统君主制的阶层观念 贵族以及天主教会统治制度 被自由平等不爱等新原则推翻 欧洲各国的皇室因而心生恐惧 怕资产阶级革命发展到本国 所以欧洲各国 为了对抗新兴的资产阶级法国而结成同盟 前后总共7次 每次都能见到德国的身影 第一次反法同盟 神圣罗马帝国与普鲁士战败 1795年法国兼并莱茵河以西的普鲁士领土 1800年 第二次反法同盟神圣罗马帝国再次战败 1805年 第三次反法同盟再次被拿破仑打败后 神圣罗马帝国议会宣布自行解散 8月6日 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二世 根据拿破仑的要求 宣布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 神圣罗马帝国灭亡 普鲁士撸起袖子 开始直接与法国争霸 1806年秋天 英国、俄罗斯、普鲁士等国组成第四次反法同盟 普军被法军打败 几乎全军覆没 10月27日 拿破仑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柏林 普鲁士投降 1807年7月9日 法普签订提尔西特合约 普鲁士只留下了旧普鲁士 波美拉尼亚 波兰登堡和西里西亚四个省 其余领土全部丢失 军队裁减到4万人 赔款1.5亿法郎 而且在赔款每脚金钱 法军驻扎普鲁士境内 普鲁士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土地和人口 领土支离破碎 不再是欧洲强国 沦为德意志一个小邦 拿破仑踏着德意志的尸骨 登上了欧洲独裁者的宝座 痛定思痛的德意志民族 进行了大规模改革 终于在第六第七次反法同盟中获得胜利 1815年 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彻底被击败 击败法国后 普鲁士将遇扩大到 自末迈尔河研制莱因河 成为德意志帮连内战优势的唯一强国 以及欧洲列强之一 这奠定了统一德意志的基础 而法国遭到削弱 1862年 比斯迈担任普鲁士王国首相 着手策划德意志统一大业 而此时 法国已经逐步恢复欧陆霸权 一个统一的德国会严重威胁法国利益 1870年 法国要求普鲁士 把莱因河西岸的巴伐利亚和黑森 达姆斯塔特的部分领土割让给法国 并要求普鲁士不准染指西班牙王位 但被普鲁士拒绝 法国对普鲁士宣战 普法战争爆发 最终普鲁士大获全胜 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 并获得赔款50亿法郎 我们中学时期学的最后一课 讲的就是阿尔萨斯和洛林 被化归德国后 德国禁止该地区的学校教授法语 转而要求教授德语 最后一课 也就是最后一节法语课 从这篇课文就可以看出 法国当时对于德国的仇恨 再排除了法国对普鲁士统一的干扰 1870年11月 代表北德意志联邦的比斯迈 与南德四国政府缔结联合合约 南德四国与北德意志联邦合并 德意志帝国成立 一跃成为欧洲举足轻重的强国 德国踩着法国的交土 成为强大的中欧帝国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选择了 在法国凡尔赛宫登基为 德意志帝国皇帝 这相当于日本天皇在故宫即位 极大的羞辱了法国 这种赤裸裸的羞辱 令德法矛盾愈演愈烈 德国担心法国报复 导致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政策 选择了将唯独法国 作为最优先的考量 这为日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埋下伏笔 1879年 德国与奥匈帝国结为盟友 1881年 意大利又主动加入了德国结盟 以德国为核心的同盟国集团建立 而法国为了报仇血恨 也意识到光靠法国的力量很吃力 1892年 法国与俄国缔结军事同盟 1904年 法国又与英国缔结协约 1907年 英俄又缔结协议 以法国为核心的协约国集团成立 最终 围绕德法两国的矛盾冲突 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形成 欧洲彻底成为火药桶 一触即发 1914年6月28日 发生萨拉热窝事件 两大帝国集团正式开打 战争的结局 以同盟国失败而告终 为了向德国复仇 法国特地将巴黎和会的开幕式 选在了1919年1月18日 谈判地点在法尔赛公敬厅 而这正是德国皇帝威廉一事 登基为德意志帝国皇帝的日子和地点 为了羞辱德国 法国总统庞加莱在当天的开幕式上 说了这样一段话 48年前的今天 德意志帝国就在这个大厅里诞生 由于他生于不义 必将死于耻辱 为了以防德国报复 法国在停战协定中 制定了极为苛刻的条款 法国不仅提出割地赔款 收回阿尔萨斯、洛林 甚至要在法德之间 建立一个莱因共和国 作为两国之间的缓冲国 由战胜国瓜分德国的海外殖民地 将德国军力削减至低水准 控制德国的进出口 甚至处死德国皇帝等 更加苛刻的条件 德国自然不愿签字 但是法国威胁 如果德国不同意签订合约 那么盟军的部队将进入德国本土 苛刻的条件 各种侮辱性的言行 令仇恨的种子 深深地埋在每一个德国人的心中 使德国成为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温床 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埋下了伏笔 德国人民为摆脱 凡尔赛条约的稚固 最终在希特勒的纳粹党的领导下 引爆了规模空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0年5月10日 德军进攻法国 绕过法国人设下的马其诺防线 很快法国政府便宣布投降 国防部次长戴高乐 则逃亡至英国 建立了自由法国流亡政府 诺曼底登陆后 盟军开始反击 并最终取得了战争胜利 德国被美苏分为东西德国 但是二战后 德法彻底失去了欧洲的控制权 欧洲成为了美苏争霸的势力范围 德法只能在两国夹缝中生存 随着欧洲实力逐渐恢复 德法摆脱美国的控制的愿望越来越强 同时也是为了防御苏联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 德法两国只能放弃了千年的恩怨 1963年1月12日 时任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 与法国总统戴高勒 在巴黎签订了爱丽社条约 正式宣布了德法两国全面和解 1967年欧洲共同体成立 此外 两国更合编其义务教育历史教材 以达和解之效果 至此为德法两国的千年恩怨 画上了句号